日思夜想是一种摆脱不了的思念和战友,很希望喜欢的人也喜欢自己,愿意把自己的所有都交给对方,希望生活里多一些可能,在生活的脚步当中,有一个人可以一直伴随在自己的身边,生活里多一些人来相随于自己,未来的一周。 下面的三大星座,遇见了日思夜想的真爱,愿意和鲜爱的人在一起,无论客伴多少,无论幸福多少,都想在一起,一起来揭晓他们吧。 处女座,处女座很在乎鲜爱的人能伴随自己多久,那些转瞬即逝的爱情他们不要也罢,那么在未来的一周,处女座的遇见了日思夜想的真爱,或许对于处女座来说,爱情是他们内心的一种支撑,这次他们愿意在一起,生活不想再独自一个人,想要拥有一个值得深爱一辈子的人。 摩羯座,摩羯座会把喜欢的情绪,深深的放在自己的心里,未来的一周,他们遇见了日思夜想的真爱,让自己的心里多了一份肯定,愿意和自己在一起的那个人,让摩羯座可以抛在一切,爱上眼前的人,虽然未来未知,但是摩羯座依然愿意和鲜爱的人存在于一处,好好相爱。 天生座,天生座在爱情的趋势下,他们遇见了自己日思夜想的真爱,可能天生座的性格不太善于表明爱意,但是自己的行动,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想法。 天生座那份藏不住的爱,表露在对方面前,两个人愿意在一起,成就了一份美丽的爱情,让天生座不由的对未来产生了很多的憧憬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